冬木剑隊三人確診是官兵隱匿 還是醫官診斷有誤漏洞怎麼造成 案39613號求診 體溫36.6度 醫官診斷一般頭痛 案397自知4月初就出現呼吸道症狀 頭痛流鼻水咳嗽嗅覺異常 但卻沒有向醫官反映 也沒有求診下傳經疫調才吐石 案39813號出現嗅覺異常 國防部新聞稿沒有多做說明 但也傳出他在箭上一樣 沒向醫官反映求診 經疫調自述 碰上疫情敏感時刻出現症狀 沒有反應原因出在哪裡 就怕一講出來 讓全見都緊張 拖延隔離期知情卻不敢講嗎 只能夠說每個就清潔區域 做一個消毒 那所以難免掛醫漏外 也就是說 應該不存在於一個隱匿的狀況 學生出任務經驗不多 出海暈船感冒很常見 自覺事小 等到下船再自行就診 他的溫度大概就差不多30度 那我們駐艙的溫度 大概低於25度 那在這個一冷一熱的過程當中 就非常容易感冒 而且這一些應接畢業的官校學生 他也不是很有經驗 國流曾出現疑似案例 經篩檢陰性到目前零確診 在當地軍方鬆懈加上艦上有醫院 維建醫官較資深總醫師級以上 因此也比較放心 敦牧支隊他每一年他都還會因應各種情況 加派軍醫維建出航 已經有了一個完整的學歷 也有相關的執照 是隱秘還是真的大意 有待調查 但就怕漏洞造成防疫破口 恐由全民承擔 記者是文獻文宣 台北報導